never again 就是在野部的意思 那故事的內容大概是說 說什麼我忘記了 好像是說這個少女他是一個哮喘的症狀患者吧 就說這個女孩還有哮喘 就是 這個遊戲可能就是要讓你體會到哮喘的那種感覺是什麼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吸到空氣的那種 窒息的感覺 或許吧 我也不知道 我直接開始 眼睛打開了 蘿莉表示 門開了 啊 關燈 為什麼 為什麼關燈 安樂意見 那就踢顆球 最悲傷的事莫過於在痛苦中回憶起希望的快樂 喔 喔 有槍的聲音我就被槍擊了是不是 BGM會不會太小聲 我需要呼吸氣 完了我的哮喘發作了 等一下 忍耐一下妹妹 我們BGM還是拉到80%好了我覺得太小聲了 那可不可以 喔我快要窒息了 左鍵抓住物品 使用拿起物品觀察 好喝物品環境物品互動偷窺 喔這個是哮喘模擬器啊 掛電給我 我快不能呼吸我會不會因為這樣都死掉啊 如果沒有鎖的話只要推開或是拉開就好了 哮喘的藥在哪裡啊這個小盒子裡面我快掛了 HELLO 一定在抽屜裡面 這個嗎 OMG我要死嗎 HELLO 這個遊戲沒有告訴我哮喘的藥在哪裡啊 HELLO 完了完了完了我被開啟我就要往生啦 這個 DAD 我要出去找老爸 WHAT 我死掉了 我死掉了 在床下 我倒下了之後 換點了 我人在天堂嗎 丟下去 製造垃圾就是我對不起 恐怖遊戲嗎 我怎麼感覺像是步行模擬器啊 這在床下嗎我剛剛是沒看見耶 麻雞麻雞 看一下接下來要幹嘛 在光頭哥哥的紅色內褲裡面 這誰 艾瑪 我們見到了艾瑪 把箱子亂丟一通 走進去 走進去 從頭開始了 剛才有說床底下嗎 我又再度醒來了一次了 第二次他就有個提示了 這個 你知道我剛剛以為這是什麼 你知道我剛剛以為這是什麼嗎 我以為這個是 一般的瓶瓶罐罐 我一直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想法的那個 那個哮喘的那個吸食器啊 是那種醫療 就是那種大醫院給的那種 你知道嗎 比較精緻一點的 沒想到是 看起來是這樣子的啊 我很討厭那些哮喘發作的時刻 這會讓我很害怕 按R 吸波 喔 有人敲門有人敲門 我要拿著我的 可愛的熊寶貝 我很害怕 乖寶貝你在這裡 我看個門是誰 哎呀 What 再看一次 吸毒模擬器 爸媽 去哪裡 找到Steven的 父母 害怕 我可能會因為恐懼而窒息 我覺得玩到現在他一直放這種柔和的背景音樂 沒有辦法讓我沉溺在這種恐怖的氛圍 你知道嗎 不過畫面看起來蠻漂亮的 到底是用什麼引擎做的啊 這個好像還有包含一些解謎成分在 我可以把裡面的兔子拿出來嗎 可以耶 哇好可愛喔 你叫邦尼 那個叫泰迪 我都幫你們取好名字了 我可以拼fuck嗎 欸fuck 欸 715 好 手提箱 拿到了一個T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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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這是6嘛 好難轉喔 我的滑鼠要轉很大 呃 Yeah Oh Oh baby My girl 乖乖睡 Hey 小咪 紙條 免費吸食器 按下TAP鍵 呃 喔呦 好晃喔 當我有實驗券與其他人交流 或是不想告訴媽媽一些事的時候 我就會將我的想法都寫在這個日記本裡面 日記先生知道我所有事情 他就像是我的一部分 好 這邊還有顯示任務 按TAP可以叫出來 好的 我離不開這個吸入器 從小爸爸就嚴厲的丁 嚴厲的丁屬我 如果離他太遠我會死的 媽媽給我附上了一條繩子 刮在脖子上 我現在不需要所以我可以不用吸 這叫什麼螞蟻 儘管這個 這個 這對一個十三歲的少女來說 是個奇怪的詞綴 詞彙 但不幸的是我 從我祭祀之前 他就是一直陪伴著我 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間 是一件難事 我覺得自己只需要有家人就夠了 大媽媽告訴我 所有人是需要社交的 缺乏溝通交流的人會走向瘋狂 爸爸經常到我來學校提醒每位老師 告知新來的老師我有哮喘症 每次總是相同的話 不能讓我女兒壓力過大 萬一有緊急情況打電話給我 這句話已經倒背如流了 老師在一旁沉默 說出抱歉 和我們會確保這種事不會發生 我爸爸是政治上最有名的藥技師 因此正上的大家都很尊重他 但今天是個不幸的日子 不僅僅是對我而言 我在自己的臥室蘇醒 爸爸在一旁坐著 媽媽也在這裡 他手裡拿著一杯水 我唯一能記起來的是 他是自己的同學 克里斯蒂安 他和他的朋友 把我腳變了一個蟻丘燒了 我認為這些小傢伙感到難過 他們驚恐的四處逃竄 為了自己的性命而仓皇而逃 最終只有小部分 免於細免 他們細小的礁絲在地上 七零八落 與灰塵泥土混合在一起 我真希望我那時能夠幫助他們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滴著頭靜靜的看 淚水順著眼淚 順著臉頰流了下來 克里斯蒂安大笑著 把蟻丘的殘骸都倒毀了 人們只是擦身而過 對此而視而不見 難道他們沒有看到這些內心的殘忍嗎 還是說他們的靈魂變冷漠了呢 我突然無法呼吸感到窒息 而現在我筋疲力盡 躺在床上 我感到覺得自己像是那無助的螞蟻一樣 這是在表達出這個小孩子的內心 怕怕 容易造成恐慌之後就會有哮喘做發生 這是在告訴你哮喘會有什麼症狀這樣子嗎 惡夢 哇這從櫃子爬出來這是誰啊 美好的一天我愛周日 因為我可能在舒服的床上睡到中午 不知何故 我記得住自己 我記得住自己 周日做的夢 可能是因為我可以睡到自然醒 足夠把一個夢境完整做了晚的緣故吧 在今天我做了一個特別的夢 通常我會夢到媽媽 自己在旅行或者 與不認識的人邂逅 但是 今天我夢見了Steven 我們在玩租屋迷藏 而我藏在自己的房間衣櫃裡面 啪 不久後我就發現自己身後有個奇怪的氣息 那就好像是烤箱發出來的熱氣一般 正當我轉身想要看看那熱氣是哪來的時候 我突然從衣櫃的一臂掉了進去 衣櫃的背後是被火焰完全佔據的洞窟 烈焰包圍了我 我害怕極了 所以說他就是夢醒了之後 剉急了然後就開始哮喘發作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媽媽讓我帶上箱子裡 因為所有的玩具 清理 清理任務 把這個東西全部丟裡面 哈哈哈哈 別吵啊 讓我把泰迪拿過來好不好 丟 說玩具 我是個 乖乖的好兒童 我們就照做吧好不好 不然我們不知道你幹嘛 打開裡面就只有這個東西 然後 也沒有手電筒什麼的 筆記本跟一些文件 說玩具模擬器 負能量安安各位找各位找 剛剛沒看到的先說個安安的啊 因為我剛剛很認真的在看這個劇情 雖然有點看不出個所以然 但是還是把它看完了 清理 還差一個 為什麼還差一個 這個是玩具嗎 這太大了怎麼丟進去啊 隨便亂丟 我自己就是玩具 哇 門開了 死 給 走 鬼要來了 恩 這是哪裡啊 搞不好玩具在暗門裡面有沒有 我來到了地獄 我來 這裡是 離開洞穴 欸 舒服的可以跑了欸 哎喲 我的嘴巴不會 不會動 然後卻可以 說話 蠻猛的就是了 離開洞穴 玩具的部分 到底在說 洞穴裡的鏡子 欺瞞於謊言 遍布 請別被雙眼蒙蔽 這必須 這必在某處消失 將他 爆裂崩毀 拿石頭丟啊 我可以走過去吧 不行 而且我回不去了欸 我才發現 好喔 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我可以拿嗎 可以欸 右鍵頭指 我會我會 GO 我是不是很聰明 我是不是很聰明 哈囉 好喔 那我們再看第二次 注意了喔 等一下可能就 欸不能開看喔 可惡 不是我預料中的那個樣子 看來只有可愛的小偷偷陪伴著我們 Don't worry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逃走的 真的可以的可以的 要是待會兒有什麼某型要衝出來 我第一個拿你來先丟 欸這真的很晃欸 別往下看喔 好喔 啊 我不能造成恐慌 我現在已經讓自己造成恐慌中了 這樣子我哮喘發作 我就 必須要 你知道嗎 吸食器嘛 而且我只有一罐而已 別別別 消失了消失了 這邊也他媽超黑的欸 有沒有等 好黑喔 零件不見了 看一下 鏡子謎語 使用這些鏡子可以照亮洞穴 但有一面鏡子破了 所以咧 等一下喔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來看一下 我把亮度調到最亮好不好 不然真的太黑了 我自己都看得很不清楚了 喔 好多了 我的天啊 我們就這樣子玩遊戲好不好 真的也好亮喔 好爽喔 好爽喔 這樣子還恐怖嗎 嘿嘿嘿 我是沒差啦 會恐怖嗎 目前我一直沒感覺 呃1.5的亮度就好了 好不好這樣子 喔這樣好多喔這樣好多喔 剛剛亮到我眼睛快瞎啦 嗯 這個內 那個腿 喔 辣個腿 在我們學校附近 有一個 有一個 就燈塔 今天安娜老師給我們講了 關於他的傳說 一百年前那裡住著一位少女 他叫做 吉賽拉 意思是忠誠 他的丈夫亨利克是一名勇敢的水手 在他白色的帆船上 進行著漫長遙遠的航行 吉賽拉等候了他多年 於是自己都不確信 能不能再看到丈夫了 直到 有一天 他爬上了燈塔的塔頂 凝視著那片 無盡的海洋 他許了一個願望 他想再一次 再一次見到自己的愛人 吉賽拉共去了一次 三次 去了三次燈塔 每次他都閉上眼睛 低語著 手裡 那個什麼 那什麼念 反正就聊著一塊 花邊手帕 不久後 亨利 克雪白的 亨利克雪白的帆船出現在地平線上面了 吉賽拉願望成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人中最動人的故事 所以說這個跟本篇他媽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吧 反正你知道了 之後就會知道了 然後這邊有兩面鏡子 這個燈是往這邊打的 可是中間這塊沒有啊 還有烏玉山安安 劉淑平安安你好 唉唷 你在這裡喔 你這個小淘氣 原來有一片玻璃鏡子 居然插在石頭縫裡面 哇 我想同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會在路上 撿到一片 剛好跟前面玻璃破碎的處 有吻合的 一面鏡子 而且就這樣插在石頭裡面 死給欸 非常的死哥 喔你看 如果你很害怕 你有恐慌 稍微看一下這個腿 突然覺得好像平復了一些 我是平復了一點啦 我是不知道你們沒有平復起來就是 阿怎麼使用呢 用 成功了 所以我要藉由反光的方式 往這邊打 折射遊戲 登登 好這個時候呢 這個要打這裡 醒不醒的同阿 有了 有沒有亮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對到 這邊我要轉一下 走開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 I got it 哇這什麼 耶 哇 石巨人 原來是石巨人 方舟的岩石巨人 長這麼德性 好了 讓我來拆一下這個東西是幹嘛的 丟下去就對了 我是不是很聰明 噔噔 又有東西可以唸了 為什麼我恐慌了 這什麼東西啊 因為沒有光的關係 我要到有光的地方我才不會造成恐慌 好的 看一下物品 呃 奇怪的東西 他讓我想到的船 我想我能找到這玩夜派上用場的地方 啊這是什麼 這個不能選耶為什麼 中間這個血箱直接跳過耶 這是恐怖遊戲嗎 我目前為止 但是 感覺到還好耶 不再偏向解謎耶 你們有沒有這種覺得 解謎遊戲吧 有解謎的FU 我們回憶一下 我可憐的小熊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自己衣櫃裡面有一個密室 那裡藏著 一頭可怕的生物 每當我晚上睡著的時候 他就會從裡面出來看著我 他是講說那個衣櫃裡面 有時候我在夜裡醒來會發現衣櫃門打開 那真是把我嚇壞了 我看見了那個 怪物 在黑暗中的雙眼 他正直視的盯著我 每次只要看見有人把我的泰迪 放進了衣櫃裡 我都會喘不過氣來 後來爸爸乾脆就把我的衣櫃鎖了 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做過噩夢了 你們有沒有小時候會很怕就是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床底下會有東西突然把你抓走 又或者是說 你去上個廁所尿尿的時候有沒有 中間那條小路 就是你們要去廁所中間那條路是黑色的 然後你們就會這樣 就是很快的就是 帶過那個路徑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不想在那邊久留 我以前也有過啦 小時候會怕這種東西你知道嗎 就是自己幻想出來的怪物 然後我以前是 一定要把門關起來 門沒有關我會不敢睡覺 然後呢以前更嚴重的是 我連電燈都不敢關 因為我怕黑 長大不會了啦 長大覺得這沒什麼 會吼對不對 就是明明就沒有很可怕 然後你就越想越怕然後 然後中間那條路 明明就很短就衝超快的 感覺好像你只要一關 然後之後那個燈光一黑下來 那個鬼就會四串 然後飛過去又把你抓走這樣子 並沒有好嗎 我現在還是會喔 這麼可怕 我以前覺得閉著眼睛就沒事了 有的人是覺得閉眼就沒事眼不見為盡嘛 但有的人就是 某一樣東西沒有錯不會讓你感到安心 然後你就沒辦法睡覺 像以前我最最最最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一定要開燈睡覺啊 我以前會啊 現在不會現在長大了 你看像這什麼東西 蛤 如果我小時候玩這款遊戲我應該嚇到閃尿了吧 現在就覺得嗯 好啊遊戲嘛 是不是 不是啊啊我現在 紙條拿完了 啊對齁 我有拿了一個像開船的那個 那個法嗎 還是什麼東西啊 走回去看一下好了 又一次 好喔 想像力有時候是噩夢 對啊這就 又回到我那時候所講的啊 我那時候不是有講過 恐怖遊戲之所以會恐怖 有一半都是你自己想像出來的 對不對 我是說真的啊 我是說真的啊 啊 這是哪裡啊 這小女孩想像力真的是也太豐富了吧 我的天啊 小女孩嚇哭了 喔喔喔 完了完了完了 嚇到了啦 完了完了吸石器吸石器 快點快快 不吸會死啊 嚇到要找媽媽了 嚇到要找媽媽了 呃我看一下喔 放這裡 嘿嘿嘿嘿 欸欸還真的咧 我剛剛以為行不通你知道嗎 開門咧 開門咯 喔 open 看我滑鼠還要拉很大力這樣 全部都是 小寶寶屍體喔 好喔 為什麼我要蹲著潛伏啊 走太快會怎樣嗎 受驚了 唉唷 喔我好怕喔 喔我真的好怕喔 怕三小 幹 欸我有手電筒咧 欸那個可以撿嗎 欸那邊 那什麼啊 為什麼感覺那娃娃的脖子上面插一把槍 開始變成打怪gain了 可我走不過去欸 算了 欸我有手電筒了 可是我覺得這有 什麼意思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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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ello excuse me 你是Top God的 幹我跑超快的欸 喔可是他也走很快呢 我好家罩我的亮度是有調的 不然太黑看不到 這什麼東西 拿一下 為什麼不能拉 他沒找到我對不對 他沒找到我對不對 三小啦 他好像沒發現我 快點啦哥哥 哇 我少了東西對不對 完了我真的好像少了什麼 細節消失了 手電筒 你要看東西會不會抓啊 電箱 他有那個 提示給我 你說這一個 喔 喔 看到了 拉 原來是往上推不是往下拉 然後這邊是缺少零件嘛對不對 這個我大概在想辦法 對嗎 這誰要啊 比 有 我 我 找到你 怎麼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小女孩怕黑 對齁 我是因為我把畫面調太亮了 所以說我一直認為都沒有很黑 還是我們要玩最原始的 有沒有想到最原始的 最原始看起來不錯耶 等一下我把那個FB關一下 OK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更有帶入感 有沒有很讚 這才是真正的遊戲畫面阿 Oh my god Holy shit 買了 這哪時候開過阿 既然都還開過那很好阿 可是他這怎麼辦阿 這個我用手去接絕對被電 Strike阿 我剛剛真的超浪費的 這樣三個就這樣用完了 他還知道先後順序事情的重要是不是 先抓我再說 這個 這什麼 史蒂芬的爸爸喜歡做手工 不懂欸 欸 靠北啊 原來在這裡啊 就是我剛剛說上手槍的那個啊 裝上去 水 快點快點快點 等什麼 推推推下去 第二個弄好了 這個沒有接到線這個怎麼辦 啊先把他關掉再接線 愛的魔力轉圈圈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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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往哪邊走 推 NICE 不好意思啊 我要離開這裡 see you later 喔 I hope my mom won't get mad 哇怎麼全身變髒啊 最後一個玩具 再不蠢了 是不是 您說是不是啊 是不是不蠢了啊 啊 對不起喔 我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唉唷可以丟啊 打籃球 三井獸三分球 水喔 丟 好存好存 這批真的很蠢 這邊還有一個 收集了多少個 還有三個沒有收到 奇怪剛剛明明玩具少一個 現在怎麼感覺少很多個啊 登登登 我剛剛以為手提箱裡面會有玩具 你知道嗎 看來是我想太多了 好沒事 靠 欸 什麼 喔 想說掉什麼東西 想說媽媽的按摩棒掉到地上這樣子 結果原來是鞋底啊 嚇我一跳 我想說這遊戲哪時候烏成這不得性了 可以不要這樣嗎 好好的遊戲你就做遊戲 不要在那邊 好 不要在那邊 跑出奇怪的東西好嗎 即時器兩罐嘛 喔 安非他命兩罐 糟糕的一天 艾瑪已經在森林裡失蹤了三週了 我夜不能請 茶飯 布斯 呵呵 我負責自己 那晚捉迷藏沒能找到他 我責怪自己啊 我負責自己 有公開小 我責怪我自己沒有找到艾瑪 他孤生 藝人在森林裡 找不到家 的樣子 一遍又一遍地 在我腦海中浮現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找他 他父母甚至沒給我們打過電話 沒有任何的新消息 就好像艾瑪突然變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 艾瑪是誰 艾瑪是小火車 欸許恩恩 在衣櫃上的蜘蛛王 蜘蛛王上面有玩具嗎 蜘蛛王是玩具喔 算了不管了 我要 幹 為甚麼實在很冷 而且 在這個地方